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课程主要针对控制器 它的一个分类 也是它的一个定义说明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控制器是指控制设备所属的一个器械 或是一个装备 控制设备包含所谓的粘度设备 转换器 控制器 或是换大器 或是调整的气动机构 它主要是在执行处理控制误差信号 输出调整信号 抵消干扰的影响 或引导控制器件内的变数 可依我们人为的设定而改变 依照不同的观点加控制器 其中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 依所需要的辅助能源 第二种 有一些控制器不需要能源的 像我们最流行的抽水马桶 就是非常成功的不需要能源的一个控制系统 第二个呢 依控制行为的连续疑惑 第三个呢 依控制变数的一个类型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我们呢 依所需要的辅助能源来积分 当然可以分成所谓的 无辅助能源的控制系统 就像呢 辅助能源的水位自动控制器 这个当然最成功的就是 我们一般的家庭所用的这种 冲雪马桶 那第二种呢 叫有辅助能源的控制器 那一般的就很多啦 电器式的自动控制器 气压式的自动控制器 还有机械式的自动控制器 当然还有所谓的 油压式的自动控制器 以控制行为的连续疑惑来区分 那我们可以分成呢 不连续的控制器 还有所谓的连续式的控制器 那一般呢 不连续式的控制器呢 有2.4 像电温斗内的酸金属片的 温度自动控制器 或是家庭用的这个激乱器 那3.4的 像储蓄器的压力 是属于3.4的自动控制器 还有所谓的多点式的这个控制器 那多点式的就有累进作用 是比例的一个自动控制器 那所谓的连续式的控制器 我们常用的就是 比例式的 积分式的 比例积分式的 比例维分式的 比例积分维分式的 比例积分维分式的 当然呢 现在很多呢 就是所谓的比例积分维分式的 那一般呢 这种维分式的是没有 一般呢 我们在控制器里面呢 不常用单独的维分式的控制器 批控制器呢 主要呢 在线性回收控制系统 就像浴室呢 抽水马桶的浮球法 以及离星式的调整器等等 那这个呢 就类似呢 我们家庭呢 所用的一个冲水马桶 这个一般呢 都用过了 它的主要能源呢 它没有外界的一个能源 就要靠你的水 利用水的符 来开关 水的所谓的水位的高低 利用符球 来开关呢 这个浸水滑 所以呢 当水冲掉之后 它就会开启这一个 这个浸水滑呢 让水进来 大雨季的水位 它自动会关闭 好 批控制器呢 是用于既有大惯性 大之后特性的被控制对象 如锅炉的温暖控制 轰利的发电机 功率控制等等 就像呢 我们右边呢 所看到呢 这个锅炉 因为呢 它本身呢 锅炉是要控制里面的 这一个热控器的 那个蒸汽 然后呢 这个有热控器的充出 像呢 这一个 给我们所要的 需要呢 这个高温的一个设备 系统 用蒸汽来送 就像右边的这个图 一个结构图 PID控制器呢 是主要由 适用于线性且动态特性 不随时间编画 例如呢 传播的自动操作系统 磁碟的毒血透视系统 电影的供应器的电源条件 和控制 甚至是现代的地震以来 阴东侦测的一个线路等等 那这些呢 都是比较产用的 比例基因维纹控制器 那事实上呢 很多产业界的 这个系统呢 也都使用所谓的比例基因维纹控制器 啦 我们首先呢 叫做PID控制器 像很多马达来控制啦 驱动呢 这个都是采用这种控制方式 以控制变式为呢 来气氛呢 可以分成呢 压力自动控制器 温度自动控制器 电压自动控制器 转速自动控制器 流量自动控制器 酸减度自动控制器 以及含向自动控制器等等 首先呢 我们来谈一下 所谓的温度自动控制器 那采用的 就像我们的电影斗啊 电膛啦 还有电热枕头啦 烤箱啊 电锅啦 那冷气啦 这类等等呢 很多家庭用品都要用到 等散了酸金属片的温度控制器 利用酸金属片的弯曲 来引发机器的图调 开关的一个动作 好 转速自动控制器呢 像我们所谓的 手持的录音机 电缠机 卡式录音机 车用的欢迎机等等 都用使用到转速控制器 那卡带放大器的速度端呢 其实速度端直接是马达 这种简单的控制 可以这样转速控制到 0.1%的一个准确度 寒向自动控制器 那寒向自动控制器呢 能使船舶按照规定的寒向 来寒行的一个设备 具有自动操作 与手动操作的两种工作模式 自动操作方式呢 主要是船舶大器中的直线行行驶 减轻的头工的劳动强度 及提高寒向保持的一个精度 手动操作的方式呢 就在船舶能见度不高 或进出感时所需要的一个灵活使用 激动的一个地点呢 才使用的所谓手动操作这个部分 当然所谓寒向自动控制器 不只在这个部分 像现在呢 我们流行的这种飞弹 这个控制呢 它也是所谓的寒向的一个自动控制器 好 从上面呢 各种区分呢 在控制工程上呢 以控制行为的连续 以否我们来期分呢 分裂呢最为重要 因为呢 控制器的传输行为 也就是说 它在对户期间中的干扰 及应付领导命令式的一个应变方式 才是控制的效果的 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控制上呢 主要呢 要解决这个 我们干扰呢 对我们系统的影响 产生的这个输出的变化呢 不在我们的需求 或者远离了我们的需求值呢 这个才是我们控制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重点 在于本课程呢 我们呢 说明了各种不同的控制器 以及它的分类 那当然呢 这个分类呢 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呢 一定这样的一个分类的一个方式 因为现在呢 整个控制器呢 总裂也越来越多了 以时矩增的时代呢 在改变 我们这边呢 只是一般我们呢 来分类的方式呢 来做一个说明 好 谢谢